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Alexei 王озд生假 王озд生假 老子 资方最后跟老邦大家也同意 就是劳工能够把他的东西收紧 为一周五十小时 但是 但是呢也希望呢就是把老公的活力家庭 造公務員那麼減少欺騙 放假太多造成兩個情況 第一個就是缺工會更嚴重 第二個就是增加我們的人工成本 會增加兩個效果 經驗不下去的話就歇業 不然就放股價 今天勞動權益 到底蔡英文也好 朱立倫也好 她到底在不在意這些東西 她們到底要不要去看到勞工 就是沒有假公司多長 經濟多底的問題 因為那時候就聽 起薪是22k 然後我覺得兩萬八好像是還可以接受 可是後來發現我 就是好像沒有實質 實質真的累到這麼多 那你事情做不完 你可以選擇加班或是不加班 因為你就看加班裡面加班費 如果她認為透過讓員工加班的方式 對她來說成本是比較低的話 那她就有不斷要求你去加班 對 那所以加班費這件事情上面 也是會造成這個 恭喜會增加的兩萬 很大合適 在這個配套沒有完整之前 假日七天的這個 規定假日 這個法律 我們不會讓它過去了 如果說你只是在一間 可能小的工作室 或有另外一家談 經濟到這樣的情況 然後老闆就不瞭你 你要怎麼辦 然後換到詞子啊 就算了 看 他是不是太小極了